明朝民间故事 大声庄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万历年间 眼周府有个张丘镇 镇子上住着一个王大善人 大善人名叫王友德 经常接济百姓 十周放凉 意上读不起书的学子 也会慷慨解囊 提供帮助 去年镇子上重修道观 王善人更是毫不吝啬 出才出物 所以整个镇子上的人 对他很是敬重 都说好人有好报 果然如此 王家世代生活富足 子慈孙孝 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 可是 天有不测风云 王府最近出了怪事 先是王大善人的儿子得了怪病 不痛不痒 就是晚上噩梦缠身 不能入眠 最近连两岁的小孙子也病了 夜夜啼哭不止 王家到处求一万要 都不见好转 无论是郎中还是悬门高人 都束手无策 镇子上的百姓 几乎都受过王家的恩惠 村民也是到处打听天方民法 希望早日解王家之处 甚至还有很多村民 自发去一龙关 求玄空道长帮忙 可惜 玄空真人正在闭关修行 不过他徒弟答应 师父一出关就会禀报此事 当时重建一龙关的时候 王大善人捐献了很多功德 加上百姓都真心为王家祈愿 玄空真人出关后就立刻去了王家 王家家宅的位置风水极好 坐落在镇子的西北方向 背靠大山 水资源丰富 而且北有乾陵山 南有青龙湖 附近还有千年古沙 无论是风水还是地理位置 都堪称一绝 刚进王家 玄空真人就发现不对 牛骨很浓的煞气笼罩在整个院子上空 进了内院 就看到从里面的一间卧室 牛骨淡淡的煞气飘散出来 看这种情况 应该不是很厉害的鬼物才对 那为何请了那么多法师都没解决呢 他很是疑惑 王友德亲自迎了出来 玄空真人仔细询问 他们一家人有没有去过什么不干净的地方 比如一桩乱坟岗之类的地方 王善人很肯定地说 这些地方都没有去过 那先去看看你家大公子吧 在王友德的带领下 先去了他儿子的房间 他正在昏睡 脸色暗沉 看上去很是虚弱 最近半年 他长期被噩梦缠身 晚上不能入眠 身体虚弱也数正常 玄空真人查看了一番 从身上掏出了张灵符 让下人放在他心口的位置 又往前走了几步 就听到房间里传出了沙哑的哭声 是王又德的小孙子 这个孩子只有两岁多 是个漂亮的孩子 可惜皮肤苍白 十分瘦弱 眉心之中还有一道黑色的煞气 看上去十分明显 经过询问得知 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大哭大闹 每天都要折腾几个小时 玄空真人也掏出了一张灵符 主妇放到心口的位置 果然孩子安静下来 一会就睡着了 然后众人都退了出去 回到大厅 玄空真人继续询问王老爷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下人报告 说小少爷醒了 现在孩子很安静 状况比以前轻多了 见孩子醒了 玄空真人连忙过去查看 他感觉到孩子心口的那道符 有些异样 于是让夫人拿了出来 看到符纸 不由地吓了一跳 这道符上面的蚊子已经模糊不清了 上面凝聚的法力也消退了很多 玄空真人表情凝重 说道 夫人 你看下他的后背可有异样 少夫人脱下孩子的衣服 所有人都惊呆了 孩子的后背上居然有个斜手印 已经黑得发死了 看上去触目惊心 众人都大吃一惊 玄空真人叹了口气说 此夜十分鬼胎间 阎王殿里来相见 如果还不彻底解决 这孩子活不了几天了 听到玄空真人这样说 老夫人立马晕死了过去 王友德和少夫人 则跪在玄空真人面前 带着哭腔祈求能救孩子移民 我们出去说吧 玄空真人赶忙掺起王友德 几人出了房间 王大善人问道 道长 你刚才说我孙儿没几天好活了 他到底还能活多久 被鬼拍肩后 最多活十天 他后背上的手印是怨念所挂 我并不是威严耸听 这种怨念会像毒素一样 在体内扩散 不断吞噬他的生命力和魂魄 只有将鬼物收了 携手印才会消失 人才会脱离危险 按此推算 必须要在十日之内解决此事 此时 王家大公子也醒了 被仆人搀扶着来见玄空真人 他的状态看上去比刚才好一点了 玄空真人问道 你经常做噩梦 那梦境里都有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晚上不能睡觉 刚一睡着就不停地做噩梦 梦里的内容很重要 你仔细给我讲下 玄空真人严肃地说 大公子仔细回忆了一番 开口道 我梦到自己在一条河里 河水很冷 水里面有个披头散发的男鬼 他伸着满是鲜血的双手 不停追我 一边追一边高喊着还我命来 我在梦里一直跑 那个鬼物就这样一直追一直追 每天晚上都是如此 你认识这个人吗 玄空真人继续问道 我们都不认识 我给父亲也讲了很多遍了 那个男子大约三十多岁 披头散发 胡子拉搭 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看着好像个乞丐 我们家从来不认识这样的人了 我爹施斋念佛 接近相邻 就是遇到乞丐 也会拿出银子施舍他们 怎么会和别人结仇呢 王大公子叹了口气 这样就奇怪了 这人和你家有很深的仇怨 当务之急必须查出那个人是谁 和你家到底有什么恩怨 这样才好对症下药 玄空真人摸着胡子说道 今天晚上 我先在你孙儿的房间看一下 他的情况比较严重 到时候再见机行事吧 晚上 玄空真人躲在了 王友德孙子的房间 他还用服去掉了 自己身上活人的气息 担心鬼物闻到道家气场不敢进来 此时一过 一股阴冷的寒气就弥漫了房间 玄空真人朝窗口看去 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脑袋出现在那里 头发乱糟糟的 他看不清鬼物的模样 只见他的身子一点点的从窗口慢慢进来 漂浮在半空之中 玄空真人发现 这只是鬼物幻化的一缕残魂 不是一个完整的灵体 这缕残魂是从强大的鬼物身上分离出来的 那么就是说 必须要找到这个鬼物的本体才行 如果不彻底解决本体 那强大的怨念会源源不断地生出来 只见这个男鬼 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 胡子邋遢 头发都连成了一块 他朝小孩子的床边飘了过去 一阵阴风吹来 撩开了他遮挡在脸上的头发 果真是个男人 他瞪着一双怨毒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小男孩 然后伸出脏兮兮的手 朝着男孩的身上拍了起来 指一下 小男孩便从从梦中惊喜 大哭起来 鬼物喉咙里发出了嘀吼声 接着又拍打过去 小男孩就瞪着惊恐的眼睛 无助又绝望地大声哭泣 接着 那鬼物伸出双手 掐住了男孩的脖子 不多时 小男孩的脸色就憋得通红 不能等了 玄空真人连忙双手掐绝 拿出一枚铜钱朝鬼物打去 只听熬的一声怪叫 那鬼物就跑没影了 听到房间的动静 王友德连忙跑了进来 急切地问道 道长 鬼物抓到了吗 没有 要想解决必须找到他的本体 如果找不到本体 他还会不断分出残魂 对你家人下手 这样会没完没了的 玄空真人捡回那枚铜钱 仔细查看了一番 又从怀里掏出三枚铜钱 放在手中 双手紧扣 向上投掷出去 如此连续投掷了六次 又掐指计算了一番 开口说道 鬼物的本体 位置在东南方向 大约一百里地 有条大河 有村子 有桥 有大槐树 你仔细想想 有这个地方吗 道长 我知道了 你说的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 可是我的儿子和孙子都没回去过啊 我也是很多年都不回去了 我和村里人无冤无仇 还经常给村里的老人捐钱 再说 去年为方便村里的人出行 刚捐了银子给村里建了座石桥 不应该有仇人啊 玄空真人想了想 说道 看样子 必须得回你老家一趟了 第二天一早 王有德就带上儿子孙子 以及一种家丁仆人就出发了 今天小男孩看上去精神还不错 王有德很激动 因为昨晚后半夜 孙子睡得很安稳 这么多天来 是最踏实的一个晚上 他看玄空真人的眼神里 满是崇敬之色 于是一行人 坐着马车 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 因为时间紧迫 大家路上也不敢耽搁 第二天一早就到了王有德的老家 刚到村口的时候 玄空真人和徒弟都被惊呆了 只见村口聚集了很多村民 敲锣打鼓 都出来迎接 原来王有德这么这么受人欢迎啊 看样子他人品不错啊 下了马车后 村民便一窝蜂的朝着王家人涌了过来 个个都是喜气洋洋的嘘寒问暖 玄空道长和徒弟跟在众人后边 一边走一边观察四周的环境 他往村北边望去 果然那里隐约间好像矗立了一座新桥 奇怪啊 村民怎么都不走新桥啊 反而从这个矮小的木头桥上过 玄空真人对王有德交代了一番 就和徒弟两人去前面的新桥上查看 从开始看到这座桥 就觉得阴气特别重 真不明白 一座新桥怎么会有如此浓郁的阴煞之气 玄空真人抬头朝着桥头看了一眼 顿时吓得倒吸一口冷气 只见桥头上面站着一个人 棚头垢面 阴森森的就矗立在桥的中间 鲜血一样的眼睛死死的盯着这里 他和徒弟刚要过去 那个影子就消失了 村长很热情 招呼着王家人往自己家走 玄空道长和徒弟也返回到王家的队伍里 没一会 那些热情的村民就纷纷离开了 还有人小声嘀咕着 王老头以前来村子都发银子 今天怎么没有 这老东西越来越抠了 就是害老子白一趟 哎 都撒了吧 这次没银子 玄空真人的小徒弟听到这些议论 心里很是不爽 对师父说 这知道 真是人心不补啊 王友德给村子里修路建桥 给老人发银子 按说是做了不少好事 可村民就这样背后议论人家 太过分了 玄空真人淡淡一笑 则说 生米烟 豆米愁 慢慢你就懂了 村长家的房子 应该是这一带最好的 家里人早就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鸡鸭鱼肉 食令蔬菜 摆了一大桌 吃过饭后 玄空真人便仔细询问 村里可有这么一个人男子 三十多岁 瘦高个 披头散发的 拉里拉他的 村长听了 先是一愣 后来舅舅直接说没有 但眼神很是闪躲 好像在回避什么问题 不对 村长有问题 看来只能是自己调查了 于是 玄空道长就给小徒弟使了个眼色 让他去村里调查下 特别是年龄大的人 小道通很是机灵 很快就来到了老人聚集的地方 他先是给老人诊脉时针 拉近关系 慢慢的才打听王有德建桥的事情 听一个老人说 这桥是去年建的 今年春天才建好 自从这桥建成 已经死了六个人了 大家都觉得那座桥不吉利 所以即使绕路 也坚决不走新桥 也可能是遭报应了 一个老人说 死的都是村长的亲戚 王有德给了村长这么多银子建桥 村长肯定没花完 分给了自己的亲戚 自己还盖了新房子 哎哟 这都是报应啊 还有一个老太太也凑过来搭话 对啊 村长跟王有德是远房亲戚 村长兄弟好几个 在村子里飞扬跋扈的 没人敢惹 王有德每次发银子 都是给村长再发给我们 到我们手里就很少了 可是谁也不敢招惹他 要不一两银子也没有 不过以前河里也经常淹死人 大家都说河里有水鬼 桥建成后压制住了水鬼 所以那些水鬼才出来害人 一个老头神秘兮兮兮的说 建桥的时候 村长找了风水先生来看过的 一开始 石头桩子总是立不起来 不知道后来怎么就建成了 那我再向大伙打听个人 你们看认识吗 小道通按师傅说的描述到 大约三十多岁 瘦高个 披头散发 拉里拉他的的 你说的是赵疯子吧 几个老人同时回答道 赵疯子是个傻子 生下来脑子就不正常 他爹妈死得早 早年只能跟着爷爷生活 去年他爷爷也死了 他自己就在村子里乱跑 见人就傻笑 村里的好心人经常给他点吃的 不然早就饿死了 刚才的老头说道 那你们知道 赵疯子现在去哪里了吗 那可不知道 他整天乱跑 可能跑其他地方去了吧 老人家 那你们可知道 他的生辰八字 我师父神通广大 可以帮忙算算 这个赵疯子跑到哪个方向了 小道童继续追问 这个我知道 年长的老太太一脸自豪的说 不瞒你说 我可是这个村的稳婆 这孩子出生时还是我接生的 可惜他妈羊水破地藻 孩子没能及时出来 这才变成了傻子 真是可怜啊 拿到了赵疯子的生辰八字 小道童连忙回到村长家 把所有事情都偷偷给师父讲了 玄空道长拿出铜钱 替赵疯子补了衣卦 大兄 显示为水 于是 再次向村长提及赵疯子的事情 村长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说 哦 道长您问的是他啊 我竟然一时给忘了 去年冬天就不见了 或许跑出去了吧 谁知道呢 他整天疯疯癫癫地乱跑 说话时眼神闪躲 还故意岔开话题 这明显是有事隐瞒 玄师到如今 玄空真人早已料定此事有鬼 于是稍微使了个小手段 他把赵疯子的生辰八字 写到一张黄纸符上 让徒弟偷偷地放到了村长的床下 结果当天夜里 村长就发起风来 他突然说起胡话来 大喊着有鬼 有鬼 你别过来 走开 他披头散发地在村子里喊了起来 然后就往新建的桥上跑去了 是不是中邪了 他儿子连忙上前抱住他 连声说 爹 没有鬼 你是做噩梦了吗 你走开 我给你烧纸钱 给你烧鸡吃 你走开 他跑到桥中间 跪在地上 边磕头边大喊 一小会功夫 村民就聚集了过来 村长继续对着桥墩说话 大家都奇怪地看着 他不停地说着 身体还剧烈颤抖 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一样 玄空真人来到村长家 从他床底下拿出一个纸包 里面正是赵疯子的生辰八字 原来是村长他们为了顺利建桥 居然活埋了赵疯子 打了声装 桥建成后 其他几个参与者 陆续都出事死了 村长害怕 就从风水先生那里 求了张碧鞋服放到床下 所以赵疯子才不能靠近村长报仇 杀不了村长 他心里积怨太重 就把仇恨转移到了出资造桥的王友德的身上 这才造成他的儿子和孙子陆续中邪 虽然赵疯子没来找过村长 可是心里早就承受不住了 昨天玄空真人试让徒弟 把村长的那张辟邪服给换成了隐魂服 所以村长才中邪 吐露心声 此刻 玄空真人已经通知王友德报了官 你不用担心 你爹一挥就好了 他们把赵疯子打了声装 现在害怕赵疯子来找他索命罢了 玄空真人对着村长的儿子说完 就捎了那张隐魂服 爹 什么是打声装 村长的儿子问道 是我造的孽啊 我错了 村长再也支撑不住了 终于把事情全都讲了 原来 去年修桥时 村长和几个亲信 客扣了一半的银子 选了一处河道最窄的部分 桥见到一多半的时候 石桥中间的柱子怎么也立不起来 好不容易立起来 就会突然又歪了 折腾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于是请了个风水先生来看 风水先生来到石桥上 来回夺步了好多次 才开口说讲 这条河过去发过大的洪灾 淹死过很多人 怨念很深 尤其是剑桥的这一段 是河道最窄的地方 每当洪水退去 就会有很多尸体堆积到这里 化成了白骨 长此以往 不能投胎 现在在他们头顶上剑桥 那些鬼魂肯定不愿意 所以柱子就立不起来 可是怎么办 桥都建了一半了 总不能再换地方吧 前期可是花了不少银子 村长只好求风水先生帮忙 于是那个无良的风水先生就告诉他们 想要安稳地把桥建完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活人献祭 也就是打升庄 找一个活人埋在石头下面 把他永远困在里面 如此一来 那人含冤而死 怨气会更大 就能够镇住水下面的鬼物了 而被埋在石头下面的人 就会成为桥的守护神 那个风水先生还保证说 这是鲁班经理流传下来的 肯定错不了 开始大家也不同意 村长和他的亲信商量了一下 大家都拿了钱的 要么退银子换地方 要么搞人活迹 后来就想到赵疯子 村里的人都没把他当成一个人看 而是茶余饭后逗乐的工具 在村民的眼里 他连个牲口都不如 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 再加上他爹娘死得早 去年他爷爷死后 更是整天疯疯癫癫地乱跑 将他骗过来 也没人管 于是村长就找到赵疯子 对他说 跟我走 追上我有烧鸡吃 赵疯子就傻笑着跟着 村长晃动着手里的烧鸡 很快把赵疯子引到了桥上 赵疯子来到桥上 村长就把烧鸡扔到了石头柱子上 说道 烧鸡在那里 你去吃吧 当时赵疯子觉察到了威胁 他想要回去 可是那些人却拦住了他 他们拿起石头 朝他的头上 腿上砸了下去 赵疯子想喊 他们就用石头砸他的嘴 然后直接把他扔到了桥墩上 开始往上填埋石头 赵疯子身上脸上全是血 只有胸口还是起伏着 渐渐地 石头就盖住了他的身体 他的头颅 他的身体全部被石头盖住了 什么也看不到了 只有桥面还残留着斑斑血迹 证明这里发生过什么 他们没想到 赵疯子变成了厉鬼 来找他们报仇了 因为其他人都死了 所以只有村长被收了监 等待秋后问斩 这下赵疯子的仇也算爆了 一切都消停了 村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王友德知道事情的经过后 很是难过 没想到一番好心 竟然办了坏事 为了一点银子就心生歹念 害了一个无辜之人的性命 在悬空真人的建议下 王友德集合村民把兴建的桥拆除了 果然从中间的一根石头柱子里 挖出了一具尸骨 头骨已经被砸烂了 双手上举着 悬空真人把赵疯子的尸骨 给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又给他做了一场隆重的超度法事 此事才算化解 当然 这些事情解决后 王友德加了恢复如常了 他又拿出很多银子 感谢悬空真人的搭救之恩 却被悬空真人拒绝了 随后两人商议 为方便村民出行 再搭建一座石桥 当然这座石桥 是悬空真人亲自选的地方 这次 王大善人亲自留在了村里监工剑桥 精彩故事接着看 姑娘 姑娘 你看你重意哪个 一转身 发现那姑娘被挤到了角落里 我的乖乖 主角给挤跑了 清朝康熙期间 闽南泉州府的福泉村 有个叫王福梅的婆子 村里人都喜欢叫她王婆 王婆今年五十有六了 孤寡老人一个 但是王婆生性爽朗大方 凡事都想得很开 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孤家寡人 而忧心不已 这个年纪的老人 也没有什么能力去耕田种地做农活了 便在村头上搭了个茶棚子 给过来过往的村民和打着路过的过客卖碗大碗茶喝 日子也将就着能过下去 日日在茶摊上守着 村民们都喜欢上她那里歇个脚聊个天 顺便喝碗茶嗑个瓜子 便是那些守在家中的姑嫂婆子 也喜欢搬上板凳去她那里聚着 边坐着手里的活计 边说着各家闲事打趣 这天天听着家长里短 直到东家姑娘发愁 找不到如意郎君 西边小伙苦恼 娶不上新衣媳妇 热心的王婆 渐渐萌生地给大家宝梅拉切 做那跃下老人的心思 说干就干 王婆在自己的茶摊子旁边 又搭了个大摊子 然后寻了村中的秀才 给她写了个大大的招牌 王婆说美 这牌子一挂上便有不少人跑来打趣她 王婆子这是茶摊子不好干 想搞点副业了吗 年轻小伙和姑娘都羞答答地来瞄上两眼 王婆婆 我们可都盼着你给签个好眉了 王婆婆乐呵呵地 不管风言风语 还是好意鼓励 全都照单全收 完全没有做不好的压力 也没有会做好的兴奋 咱们村年轻人多 咱就学着签个眉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此话一出 年轻人的期盼更甚 一周之后 王婆终于迎来了第一单说眉的生意 村男的小伙子王红 看上村辈的姑娘娶亲了 王红家在村中算是富裕家庭 家中博有资产 本人生的又是浓眉大爷 体格高大 本来这样的人家娶亲不是男士 奈何王红早就对许清兰暗中有意 只是苦于无人介绍 一直蹉跎到现在 王婆说没得摊子一只 立刻便给了王红一个完成心愿的机会 背好了高点雾神 带上二两银子 王红马不停蹄地跑去找王婆了 大小伙子羞涩地把来一说 王婆马上就笑呵呵地答应了 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 特意在臂上别上一朵沾着露水 新摘下来的大红花 再拿上一条新手帕 照照镜子 王婆很满意自己的媒婆形象 一扭一扭地向着村北许家走去了 许清兰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美女 生的是名模好齿 美丽大方 王婆到了许家的时候 许清兰正在试弄院子里的几株牡丹花 见到王婆来了 脸上一红 赶紧躲回了屋里 王婆呵呵一笑 冲着堂屋去了 许家娘子可在家 我王婆找你说是来了 闻声许母从屋里出来迎客 我说这一早的喜鹊 怎么吱吱喳喳叫个不停呢 原来是贵客来了 快请屋里坐 许母当知王婆的来意 将她迎入厅堂 俗说说得好 一家有女百家求 许家对女儿甚是宠爱 自然也是想给女儿挑个好人家 王婆惯是能说会道 说起话来不说出口成章 但口齿伶俐 应答如流 此时蛇菜莲花 硬是将许母说得是满面笑容 贪笑连连 在听的王婆说的是村南的王红 许母已有几分满意 只是还不敢轻易答应 此时还得和她爹商量商量 再问问青岚的意思 即便是我们做爹娘的都同意 若青岚不愿意 也是不行 要的要的 此时不着急 你们三口好好商量商量 终身大事 自然是要好好思量思量 说着 王婆告辞而去 这便王红早就在翘首期盼了 好不容易等来了王婆 莫及莫及 没事说到了 还得等人家里商量不是 王婆喝了口茶 称怪地看了她一眼 我观那青岚姑娘 甚是喜欢牡丹花 不如你投其所好 送她几株牡丹花 许是能加深对你的印象和好感 听人劝 吃饱饭 王红立马跑到镇上寻了花笼 拉了一板车牡丹花回来 特意去寻了王婆 要一起将那牡丹拉到许家去 王婆一看 好家伙 这小子可以 说个主意立马就能实施 心中更加乐意 为她说成这门亲事了 半开的院门里 隐约看到许清兰 在给牡丹花浇水剪汁 王红从门细处看到这番景象 心都吃了 真的是诸户半开 束手相写 一是蕊公仙子 见王红一副看吃了的样子 王婆悄然一笑 摆开了媒婆的姿态 许家娘子 清兰姑娘 我来看你们了 说着 指使着王红将那一板车推到院子里去 听说清兰姑娘喜欢牡丹花 这不 王家小子跑去买了一车药送过来 拦都拦不住 你看看喜不喜欢 听说这就是王红 娶清兰含羞待怯的低下头来 又忍不住悄悄抬头看她两眼 再听说这一车牡丹都是她送给自己的 心里不由对她多生了几分好感 这一次过了明路的相看 俩人都很满意 没几日 许家就传来消息 这门亲事成了 撮合成了第一门亲事 开了个好头 来找王婆说媒的人更多了 没日理上茶水摊的人更多了 整日里围着王婆转的人络绎不绝 看到想说亲事的人这么多 王婆有了新的想法 没两日 村民们看到摊子上搭起了楼台 这是想做什么呢 王婆 有好事的人问了一嘴 嗨 我这不想搭个秀楼 办场相亲大会 给没说亲事的姑娘小伙们都行的便利 王婆黑黑一笑 很为自己的法子得意 这消息一传时 十传百 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了 不但如此 邻村的人也都知道了 十里八方的人都在等着王婆的绣楼开张 这是晴空万里 王婆的绣楼张灯结彩 绣楼顶上照了一块大红布 装饰的格外喜庆 像极了花轿子 拿大红筹布迎风飘摇 把众人的心摇得跟猫抓似的痒痒 王婆打扮一心 这回币上别的是王红和青蓝 特意一早送过来的大红牡丹花 身穿青色长裙 腰细红色扭花长绳 外照一件红色半长薄衫 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 看着楼台下人头传动的村民 王婆这心头的喜悦啊 无法言说 这阵仗比那骑着高头大马 隆归故里的近视也不遑多让啊 乡亲们 大家且听我王婆说一说这规则 一会儿 我就让想找夫家的姑娘上来 给她好好选一选夫婿 你们下面有新的小伙子 就上来说一说自己的优势和长处 看姑娘重不重意 好不好 好 楼台下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声 年轻小伙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修楼上 一个姑娘修哒哒的上来了 牛宝琵琶半眼面 宽大的袖子掩住了半边脸 王婆说话了 姑娘方林一时期 家中父母双全 兄弟两个 想看看今日有没有合演员的小伙子 姑娘容颜娇美 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 很快 秀楼台下最远的角落里 响起了喊声 哇 我来试试 一个身穿墨色长袍的男子 被人粗拥着挤到了台前 王婆伸手拉了他一把 男子便利落得上了秀楼 哇 家住隔壁的米泉村 父母双全 有两个哥哥 家中有三十亩地 有一头牛 还有一辆牛车 我今年二十了 说完这末衣男子有点羞涩 低下了头 王婆听了一起 这个小伙模样长得不错 家中条件也好 年龄也大 姑娘你可中意 那姑娘大久 不知如何回答 正尴尬的 台下又传来一阵喧哗声 只见一个匠蓝色衣服的男子 被二三人架着 直接送到秀楼上 摸了摸鼻子 将来一男子嗡声嗡气地说 我今年一十八 也是米泉村的 我家有五十亩地 有六间房子 还有一个妹妹 我平日里都在读书 来年就要考秀才了 抬起头来让姑娘看看你的长相 王婆笑咪咪地道 将来衣服的男子 扭扭捏捏地抬了一下头 又赶紧垂下 也是个俊俏儿郎 姑娘中意哪个呢 话音微落 台下又响起了声音 莫急 莫急 还有人要上去 这回是一个青衣上的男子 被人顶着爬上秀楼 站定之后 无地自容地看着脚下 就是不抬头 来都来了 那就介绍介绍自己吧 王婆哈哈大笑 她可太高兴了 这开门第一炮 算是打响了 往后她这秀楼说没的生意 指定是要忙不过来了 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家在镇上住 家中有一老母 还有个妹妹 我在衙门上做师爷 轻衣男子稳定了情绪 大大方方地介绍了自己 好好 看着也是个模样周正的 姑娘 姑娘 你看你重意哪个 一转身 发现那姑娘被挤到了角落里 我的乖乖 主角给挤跑了 来来 咱不慌 你如果害羞的话 就小声和我说 姑娘扯着手帕 附身在王婆耳边 说了一话话 王婆笑咪咪的说 好了 我知道了 姑娘你先下去 陪着家人在那边休息休息 来来 三个年轻人 我给你们编个书 给你们编书 是为了方便台下 其他看上你们 又不好意思上来的姑娘 好回头上我这儿 来问清你们的情况 那位轻衣的小师爷 你不用编书了 姑娘看上你了 回头你们一起来我这茶摊上再聊聊 众人轰然大笑 王婆的新招 新奇且成功率高 众人都很快就接受了这种说没的方式 仅是这一日 王婆就成功说成了三门亲事 大家都喜气洋洋的散去 打着之后 王婆每月举行一次秀楼说亲 往来者众多成功者皆喜 每月一次的王婆说没 成了方圆实力众人期盼的事情 因着慕名而来的人太多 村民们开始摆出了各种摊位 有卖糖葫芦的 有卖糖人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摆出来卖了 王婆的茶水摊也出名了 即使不说没 往来路过的人 都要进来讨一杯茶润润口 再听王婆说一说那些宝媒的趣事 慢慢的 大家开始去称王婆为月下老人 专管人间牵红线仪式 王婆也乐得有个这样的哑称 更加努力的为年轻人说美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